今天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食 星空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食这个字 它的上半部分就是一只张大的嘴 而底下就是一个容器里面装着食物 就像一个人张大嘴在吃东西一样 所以说它既在古代既可以表示一个名词 也可以表示一个动词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食物 还有粮食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经常说的五谷 比较常见的就是 属 寄 卖 书 道 这几种 那么在古代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叫 江山社稷 其实社就是土神 稷就是骨子或者说小米 它是最重要的食材 所以说古人就用这个来指代整个的政权 和我们整个文明的延续 这就证明了那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食 就是刚刚老师给我们所讲解的这个食 也许 这个食材是无论的 如果是有点好 但是我们用来说 我们用来说